你看這些蘋果的概念股其實都沉寂了一輪 還有沒有機會還有一些水位呢? 當然啦 昨天真的借你的消息是整個版本都做得比較好 特別當中個別幾隻 比如電子的聲音很厲害 他的自身也有些消息 是的 所以你說反應上我覺得是有機會有一點的 如果真的有這個可能不加價的情況 因為當然啦 很直接會想就是不加價 真的會增加到大家想買的意欲 因為例如自己為例 都是一個小市民小散戶 的確如果加價太貴 考慮現在的經濟環境 可能有些人真的會卻步 未必會一下子換 甚至乎有部份可能已經換了iPhone 13 其實都未必一年就立即換第二部 所以如果你說不加價 或者是維持相對的價錢 我想是有這個少許吸引性在這裏 但是當然這個要留意是究竟是不是真的 因為其實一來現在暫時都是傳的 就是不知道的 而且蘋果過去很多次出新手機之前 例牌那幾個月是很多東西傳的 就是一時又傳的價錢是怎樣的 一時又有不同的機款畫面出來 又說有什麼功能等等 很多東西很多東西傳的 但是例牌一又傳到一些好的 就可能對版法有些炒作 但是真的要在實際出來那一刻是怎樣的 所以這個是很難說的 所以我想暫時你可以說整版 始終大部分都約了很久 那個估值都殘了很多 我覺得有些反彈是不出奇的 但是真的不要覺得昨天一彈一棍 就是整版叫做轉世 我想一來剛才說到就是 最起碼你都可能真的講蘋果的 都要看是不是真的是真的 二來我想除了蘋果之外 因為其實整版手機設備相關 都不是說蘋果的概念 有些是根本沒有做蘋果單 所以都炒起的 我想只是可能憧憬住 有沒有機會很短一點 但是我想整個行業 就是特別手機設備行業 因為手機行業來計 我想增速真的比對上幾年是慢了很多 競爭亦都大 所以其實你看到很多間的盈利表現 其實近年是放緩下來很明顯 所以其實這個不是說他們有什麼 實際業務上很大的問題 但是如果你真的整個行業的增速都是慢 而令到他們的盈利增長慢的話 其實是直接影響著估值 那自然是跳下來很合理的 所以我想現在來說 只可以說短期彈一些彈一些 但是是不是真的一個很強的轉世呢 那我始終還是還有些保留先 我看你去看 我可以換你這回想說 那我看你這回想說